因为这个乌军现在没了嘛 所以极度缺乏这个打仗士兵 北约多国已经决定秘密出兵参战 然后他点名法国英国北欧等国家 然后没得为杰夫普丁的心腹 立刻下令不要俘虏 在战场上如果碰到北约的话 全部打死 一个活口都不要留 甚至连遗体都不要送回去 然后Austin怎么搞的 Austin最常讲实话 他说如果我是俄罗斯人的话 我也不想乌克兰加入北约 对不对 你怎么看 美国现在好像口气也开始 那个出兵参战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角色 你如果是军事顾问 你如果要广义长顾问 美国也有在台湾 那你认为真的作战 他们会在台湾吗 所以我认为看是第几线的 好不好就第二线 在那边提供咨询 他会在第一线吗 就提供情报 我严重怀疑 或者是有一些武器的操控 对啦 重点是这些武器 高阶的武器 对啊就高阶武器的操控 可能需要他来指导 对啊 可是重点是 到底有没有真的那些高阶的武器运进来 不然刚刚那个丽将军讲的 不然俄罗斯干嘛去炸立伏武 所以他不让你进来嘛 我是认为等那个重磅武器做出来之后 那你就会看到公用设施开始被炸 然后因为3000公斤啊 坦白讲炸到一栋建筑 那个建筑大概就完了啦 因为据我了解是 不知道多少公尺以内是没有东西能够生还 900公尺啊 对半径 对嘛那你去想如果炸一个指挥中心啊 所以那事实上我觉得普京啊 因为他那个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 Pesco已经讲了 说现在是正式进入战争 所以我认为俄罗斯已经没有期望 跟泽伦斯基谈判了啦 以前为什么要保护他 因为他是民选的嘛 如果你要谈停火 他有正当性嘛 俄罗斯现在根本不是这样思考 他就是直接打出去 建立他的地盘 还有军事缓冲区 我管你谁执政 我只要打下来我就守得住就好 所以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了 但是乌克兰的一败涂地 确实对拜登的选情不利啊 这个美国使不上力吗 美国使上力就是又卡到了 共和党的那个预算嘛 那你认为共和党会看不懂这个局吗 我坦白说啦 事实上美国现在真正的考虑是 我丢下去真的有救吗 请问他的兵在哪里 你如果没有要出兵啊 你给钱还有军援能做什么 没有兵也没用啊 对不对 搞不好又被污了 搞不好又被盗卖 国民党后期不就这样 这样跟我普通一样 你知道这兵少有多可怕 军队来讲 比如说我这一个连100个人 我如果说少了20个人 那我们战力值是不是还有80 我跟你讲战力值不是80 战力值可能只剩下50 因为军队作战是讲联合作战的 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战力值 如果说兵源损失到30% 我们以军队来研判 说这个连队就完全没有战力 因为你没办法统合作战 比如说你如果死的是无限天兵 你完全就没办法联络 那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说他空军完全没有的话 你不要看他地面部队 地面部队的战力是0 地面完全是0 所以他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兵力已经枯竭到什么程度 你不能说是这个我100万的兵队 我死掉70万我还有33% 等于说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 他现在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说他们这个乌克兰的市民损伤很严重 这个空军完全没有制空权 那地面部队的战力 我觉得跟当初的战力 你不能说按照这种人数的等比来计算 而是很严重的就垂直直线式的下降 所以这就是我研判为什么北约会进去 因为很多武器这些兵 囚犯哪会操作这些武器 他暴风影飞弹 这个爱国者飞弹 连我们去学都要学好久 才会学的会 那你说临时叫他去他怎么会 他顶多去包 所以囚犯上战场是一点都 一点都没有用 反而可能坏事对不对 那纯粹就是当炮灰 纯粹当炮灰 搞不好还坏了治安 就是去抢啊干嘛 对不对 其实还有一点 这个是地缘政治的残忍 美国已经得逞 芬兰已经加入北约了 所以如果要对抗俄罗斯 芬兰不是距离圣彼得堡更近 我还有需要乌克兰吗 那波兰已经让我驻军了 所以我有了芬兰跟波兰 我还需要乌克兰吗 乌克兰阶段性任务结束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地缘政治的残忍 那波兰也可以得到一点好处吧 乌克兰西部那边 波兰志愿把他的部队 从25万增加到50万 美国认为好棒棒 而且他的国防预算是全欧洲增加最多的 那增加到GDP的4.2% 美国觉得这个孩儿可叫也 你不要看波兰 他也很坏 他有没有做最坏打算 他也做最坏打算 我们最近金价不是在飙涨吗 买最多的是中国 第二多的是 就是波兰 就是波兰他买最多 所以他也预作这种准备 本来就鬼零基的 万一地缘战略真的打到他的话 他最起码还有黄金储备 其实平常来讲他也不太信任美国 所以你看很诡诀的事情就是 中国我们可以理解他 他为什么黄金买最多 然后但是为什么是波兰第二多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为什么波兰是第二多 尤其这个节骨眼 很吊诡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而且乌克兰如果真的崩坏 进场吃肉的第一个可能就是波兰 所以我说会不会俄波瓜生 因为那乌西很多 都本来都是波兰的地方 利沃夫就是 利沃夫就是 所以他可能会要求 你土地是不是可以贩卖 他不是占领你 就用商业的逻辑来吃你 就在等这一局 好 丽将军这个也请你说一下 就是这个TOS3楼市原型车灯厂 那履带底盘之前有TOS2嘛 那它有新的发射器可以增加这个射程 使用新型的弹药等等 这是什么样的武器 我特别讲这种打这种就是温压弹 那是什么道理 我们都知道有巴仙城爆 台湾巴里巴仙城爆 巴仙乐园城爆 就是说当粉尘在这边空气之中的时候 你一个火可能就整个烧起来 其实我们以前也学过这个 就是拿一包面粉 在一个室内里面 倒开了拿电风扇吹 然后整个房间里面 都是面粉的时候 一个手这样丢进去 整个房子就炸掉 就是尘爆了 那它这种类似这种原理 就是说 但是它第一次爆炸 它炸出来是什么呢 就是油气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 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 越来越多人 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痒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对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请不吝点赞 大小小小姐 也请不吝点赞 马上轮转 进入皮肤 调查 中文版 明镜 转贴